せーの オトメライラクルです イェーイ 那我們今天為何最初會不同呢? 有馬二… 我們被人入侵了 不是的 今天就是動漫無雙之 オトメライラクル的頻道 很歡迎今天有五位 オトメライラクル的成員 不如自我介紹一下 是 ニッパナニダニダニダ 是ニカです Hello 大家好 我是隊長ニカ イェーイ はい 笑顔で幸せ 私と一緒に笑顔になってください ミツキです 大家好 我是隊長 ミツキ イェーイ はい 見た目はお嬢様 でも本当は 超賞人 オバカ バカじゃない 今はダンスクイーンのリンカで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イェーイ えーの こんにちは きたー 体は小さいけど いっぱい食べられます まずは研究生キララクル イェー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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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ピカピカ ふわふわ キラキラ イェーイ キラキラキララです イェーイ 我是研究生キララ イェーイ イェーイ 今日有馬二有心問 我們應該要找些什麼 來開頭 我們兩個和我和熊馬仔 我和熊馬仔 可能人們認得我的聲音 不要緊 我們很突出 有五位美女 我們男人的聲音 很突出的 放心吧 好多謝五位來 我們做嘉賓 我們今天也是講 自我介紹了 每位團員 五位 知道了 有兩位是一部新聞 我們也想問一下 問一下Vika 首先 成為團員的經過 可不可以講一講 少許各位聽 嗯 我在前年的11月 在Facebook看到一個 idol招募的廣告 一開始是沒有打算參加的 朋友就叫我去試試 我本身都喜歡唱歌跳舞 跳日本組合的歌 然後我就報名 然後就成功了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這麼簡單 我覺得好像逐漸過了很多 不過說不要緊 我知道你對音樂劇 和日本文化都很有研究 是呀 喜歡音樂劇 其餘幾位呢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說給聽眾聽 是 我是Mizuki 我成為《月裡奇蹟》的成員 就是 我也是跟Lika一樣 我在Facebook看到這個招募 而我本身對於 日本偶像是很憧憬 用日文來講 都很想成為一個日本偶像 因為香港 日本偶像的機會 是超級難得的 所以我就抱著 可以試一下 的心態 就報名了 最後 都很成功地 很幸運地可以 進來這裡 認識那麼多的朋友 都很開心 有這個敬禮 總之很開心 謝謝 我只知道Mizuki 有一個口頭笑 哈哈哈哈 官網已經是一年前的資料 有一個新的口頭笑 就是 收聲啦 日文是扔的 這個是搞笑的 上次上一個節目之後 就 不是想用這個口頭笑 來罵人的意思 是嗎 哈哈哈哈 對 他經常在私下都這樣罵我們 不是 好啦 另外 那我問問Lika 可以你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 我入團的經過 其實我跟大家都一樣 其實一開始 真的沒有想過自己會入 所以其實沒有想著投票 機緣巧合之下 我跟Kanichy 就一起投了一票 其實面試的時候盡力 但其實都沒有想過自己會入 然後我那天 其實是跟Kanichy一起逛街 然後就突然收到電話 然後就說 喂?你入選了這個IDOL組合 然後就說 然後我們兩個是很驚慌的 沒有想過 我覺得很開心 謙虛 大家都很謙虛 好啦 要問兩位學寶先生 Kanichy呢 可以來 你又怎樣呢 其實我跟他們有點不同 我是朋友說 才有這個招募 雖然知道有這個招募 但是覺得有點奇怪 就是 香港會有IDOL選擇嗎 其實我覺得好像有些 我有想過是否騙人 我是搜尋了很多東西 這家公司 什麼人 做過什麼 我才會代表 我這樣想 是不是50元連習費 要你給 然後才知道 可能進去 不知道騙我去哪裡 騙我去哪裡 是啊 是啊 好啦 我們問給Kanichy 說真的 Kanichy很喜歡製造一些小飾物 是啊 有什麼小飾物呢 有什麼小飾物 通常小的可能是手鏈 頸圈 但是有時候可能會製造一些頭飾 是不是要說回我入團的經過 哈哈哈 說起來 其實我一開始是 知道有這個選擇 在一個動漫的展裡面 收到一張傳單的 之後都沒有怎麼留意 沒有怎麼看一張字 之後就再在Facebook看到 但是還是 不太敢去試 然後後來知道 Linka填了表 看到她填了 我就鼓起了勇氣填了 噢 憑貝影響啊 這個 是啊 那我們說一下 Yuma不如我們說一下 我們其實 怎麼認識 認識 我都說什麼 說真的 但我認識的之前 其實呢 我先認識了 S in Project的Suzuki先生 其實Linka是 沒有我 好害怕 那次呢 為什麼呢 就是在CP01那時候 那時候 Created Paradise 第一次 小弟就第一次去擺檔 剛好呢 背後呢 就看到 我看到 Suzuki先生 我看到她 然後大家 S in Project Hello 然後她就 跟我說一下 介紹一下 那時候一四年 差不多 小田神 大家互相交換卡片 她就送了一兩支CD給我的 我記得 那時候就說了 然後聽聽聽聽 然後呢 為什麼會再發現呢 當然是看你們的演出 我記得那時候 你們有印製很多單章 傳單 小弟呢 就有讀日文的 還有讀日文 小弟讀日文 就很差的 不說什麼了 那突然有一天 我MISS 就突然傳了 她就知道我做節目 就傳了一張傳單 喂 喂 阿韓馬仔 喂 有張傳單你看看 然後她說 你們會不會訪問她 她問一問我 她說你做了傳單 我看看 傳單 我看看 我這麼熟悉 我講完之後 剛剛兩星期 就跟MISS說 我就說 我今個星期訪問 MISS 就說 你訪問 那我就好 我問她有沒有問 她們說 支持你們 支持你們 希望你們 那麼多位就躺上一層樓 謝謝 謝謝 多謝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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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說了 不要說我們說這些 大家都知道 很想知道你們的最新動向 我們先說你們香港那邊 我知道你們香港 去年9月6日 就做了第一場的演唱會 可不可以說 之前你有個Stay Up Stage 和說後悔日制那裡 小小的花水給我們聽 好嗎 是 哈哈 最近的一次 在香港的活動 就是後悶日 這個武林大會 在4月23號 那天 最特別的一個地方 就是 我們以另一個組合的形式 就叫做魔女奇蹟 我們平時就是月女奇蹟 魔女奇蹟 就是一個 我們不同的身份 是有一點邪惡 一個反派的感覺 我們那天就用魔女的形象 上了台 演給大家看 而那天 內容也有一點點一樣 好像給大家看了一些 不同感覺的月女奇蹟 給大家看 嗯 我想問 當年台下觀眾 為什麼 當年台下觀眾 看到你們 變成反派 變成反派 會不會跟平時的形象有些不同呢 其實我覺得大家反應差不多 但是很熱烈 因為我們中間有個短劇 可能大家看到我們 互相罵大家 或者跟平時說話很不同 就覺得很興奮 然後在下面 不斷回應我們的對白 我們其中有些對白是 說 你不要妨礙了 那些 那些 互鬧的情況出現 可能令大家覺得 看到新的我們 還有其實在做魔女奇蹟之前 我一直都很想嘗試 假裝神經病 或者 壞人 不用反應 我平時很正經 有這個機會 可以嘗試到 覺得自己很新鮮 是不是發覺了你們的粉絲 是喜歡你魔女的版本 多過月女的版本 兩個都有 兩個都喜歡 其實 那我講一下 3月6日 Stella Stage 很開心 因為是我們第一次 跟真正日本來的 IDOL合作 大寵愛塞小姐 幾年前 就已經看她 在Juice Juice出道 我也有跳過她的歌 然後我當時 就在想 如果可以看到她們 真人就好了 想不到就是幾年後 就真的實現了可以跟 本來以為 只是可以在電腦看她們的影片 但是 想不到可以實現到 可以跟她同場 同台一起跳同一首歌 所以就是非常之興奮的 還有那天就是CASA的聖誕祭 那些支持者 就很有心 他們就做了一些很大的BANAR 又做了一些T-shirt 大家一起穿 整個牆都是黃色的 覺得她們真的很疼愛我們 真的對我們很好 很感謝她們 很感動 其實 當日我看回一些報道 其實就看回 除了你們之外 好像有Nine Rush 在香港那隊 Nine Rush 都一直同台演出 其實當然 我都知道 你們跟JuSuz 那邊 那邊一起演出 當時看到面的時候 是很感動的 記得Linca你們說 是啊 其實我已經犯了Hello Project 很久 但是一直都沒有機會 去日本見她們真人 上次Stella Sage 就給了個機會 我們去見到真人 跟她之間 又可以有很多 不同歌曲的話題 帶了我再去小姐 又很好人 好像很容易溝通 所以那次其實都很難忘 加上因為我們 其實跟她見面 是以偶像的身份 才可以跟她見面 不同不同 我們譬如 在她們的Live 以粉絲的身份 見她們 所以都覺得 自己都成為了偶像的一份子 很開心可以 用這個身份 跟她交流 甚至是一起練習 同一首歌上台表演 都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其實我跟Lika一樣 也有跳過Juice Sews的歌 還有唱K也有唱 認識了大寵愛菜 這個人之後 再去K房再唱 就覺得 那個感覺很奇妙 很熟悉 一開始只不過是覺得 是一個偶像 現在已經可以 一起工作的關係 就覺得很感動 當時的活動 當然是有台下粉絲 是否熱烈 我記得 那時我一直看 有些影片 出來 很多人都在 迎光拍 和大家打call的情況 香港的打call文化 好像越來越烈 除此RG 你們有上課演出 下面的粉絲 除了迎光拍打call 真的是打call 跳舞 齊了 整齊 很熱烈 你RG 你都記得 當時台下的觀眾 你們覺得怎樣 那時氣氛很熱烈 熱烈也不要緊 講回3月6日 Sella Stage 我覺得 那天的氣氛 整場都很好 不止我們的表演 在我們表演的時候 我和Mizuki 是第一首歌出去 一出去 見到他們開光拍的時候 全場都有粉紅色 和粉藍色 就覺得很美 和很感動 和他們都喊得很大聲 即使有一點點失誤 他們都繼續支持 其實我想問柏位 看到這樣的情況 會突然有人很想哭 突然流淚 突然忍不住 哇 死了 突然流淚 當然不懂 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突然很緊張 或者看到很感動 這些情況 其實3月6日 是超級感動的 但是 還沒到 在唱歌的時候 哭 大家MC講 和 CASA新誕祭的時候 看到全部黃色 我都不知為何 覺得很感動 我覺得是 興奮 更加可以形容我們的心情 我和Killara 有一首歌 在間奏之後 希望觀眾可以一起唱 最後做到出來的效果 都是 全部觀眾都可以 跟我們一起唱 那一刻 聽到很大聲 那一刻 其實都是很興奮 就好像 以前 自己看 Idle的時候 他們的演唱會 Live上面 總會有很多 他們 應援式的螢光棒 在台下 充滿了 類似海 的感覺 沒想過 在自己身上 都會有這種 類似體驗 看到這麼多人 拿著螢光棒 那真的代表他們 是支持我們的 還舉起我們的顏色 所以就覺得 很開心 自己都有這麼多人 好想永遠都 會繼續有人 幫我們舉螢光棒 其實是 一上台 一出台之後 看到全部都是 螢光棒 我自己認識的螢光棒 其實是 那個心是覺得 有這麼多人 支持著我 所以我一定要 做得更加好 和大家一起進步 就是要 每一次都比上一次表演 更加好 然後就不可以令他們失望 希望大家都可以 可以很開心地走 就是看到 今天的Lika 和上次的Lika 又不同了 又努力了 看得出 希望他們有這樣的想法 SATA Stage R 說了本地 或是RG的表演之後 我們都想問 支持偶人想問的 錄Single 我都知道 你們和馬祟屋老師 都合作無價 CD的Single 全部都是他的手筆 來自 當然 你們由第一手開始 Kimi Domi da Kulu 開始 到現在的Najusura Edo Doke 即是 碰到夏天的天空 我照直言 什麼時候有第三隻星局呢? 很多聽眾問 你明白嗎? 我要先問了 先不問先不行 這個 就要教他們的經理人 去幫我們爭取一下 好了 爭取的 我們看看經理人 要成功爭取 我們不如說完本地 說完六星局 我們也想問一問 日本之行 因為之前你們 看了很多報紙 蘋果有賣 香港也有賣 我們也有看過 2月29日 開始有個秋月魚站 CM出現活動 到及後 NHK World TV 也有播放你們的特輯 知道了 又在Music Life Premium那裡 Mizuki有演出的 3月20日那次 是 那次大家都知道 那個叫TOKYO FM Hall 其實那個場館 原來是很出名的 是啊 那個好像是 很多不同的偶像 藝人都會去那裡 因為是電台來的 那個活動 那個大廈好像是電台來的 那一天 去到活動的時候 Suzukiさん 即我們的製作者 都跟我們說 好像AKB的拍幕遊 幾乎經常來這裡 有電台那裡 好像跟一個地方出現 真的很開心 其實那個地位 如果大家有看 那個地位 如果當日你們有下車 有留意 其實是在國立劇場的旁邊 我沒有留意 其實再遠一點 你見到很大的草坯嗎 見到 因為那是皇居 什麼 皇居 日本天皇住那裡 哇 我竟然這麼近 但是我不是去住 但是 你也不會去找他 你也不會去找他 好 我可不可以說一下 當時的感覺 因為你們 雖然後21日 就去到 Idle甲子園 還有22日那個甲子園 雖然不同的地方 我知道Mizuki 我也想問 Mizuki 曾經跟當地的Karin 一起走到 叫Mizukarin 在當時 3月21日 的下午4點 11至5點熱場 的表演 可以說一下嗎 Mizukarin 就是我跟 Alice in Project 的 花梨 她是我們的師姐 同門師姐 Alice in Alice 一隊組合的成員 我跟她組了一隊組合 叫Mizukari 專門做Dance Cover 而花梨 她去年11月 她也來過香港 跟我們同台 有一個活動 叫做 JPL Music Festival 多謝大家 她是來過香港 跟我們一起表演過的 而上一次3月的時候 就到我去日本 跟她一起表演 剛剛提到的兩個活動 第一個 Music Premium 就是第一天 是我自己一個 以個人身份上的台 第二天 就是Idle格子怨 就是我跟花梨 以兩個人的 組合身份上台 第一天 是我自己表演 而且也算是 我第一個 在日本搭上的台 所以那天是 額外地緊張 我知道你說很緊張 因為你曾經去過第二個節目 我們又不說誰 因為是別人的文化節目 對 你曾經說過 你緊張得很令人害怕 我緊張得很令人害怕 因為正常 我以往上每一個台 多數都是 期待的心情 都比緊張 我現在都很緊張 但是 我那天 因為第一次 自己一個 搭上日本的台 所以其實是 緊張的心情 比期待 但是 那時候 上了台之後 第一眼看到的 最前幾個觀眾 就是 在香港 故意來日本的飯 所以 我現在好像 都覺得心情很緊張 有時候 覺得 好像心裡緊張的感覺 下了很多 就是沒有了很多 少了很多 我心想 上到台 看到前面那班 又是很熟悉的面紅 很親切 那你馬上降了 是不是 然後 就算害怕 還是不害怕 都要繼續表演 所以就開始了表演 慢慢 其他日本的觀眾 都開始為我 應援 是一個很開心的事 因為那天 有很多不同 偶像組合 跟我一起表演 就是一個活動 有很多不同的嘉賓 有很多其他的飯 都是為了 他們自己推的偶像 但是 這也是一個很苦的機會 是給其他偶像的飯 去認識我 所以那天 慢慢 自己在表演的途中 有很多其他組合的飯 去幫我應援 都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那我都想說 之前如果說到IDOL甲之園 其實是甚麼呢 其實有五個甲之園 不是一個甲之園 我記得你是Winners的甲之園 是啊 應該早上10點至9點 我記得 那看回 當日 我們看東Sport的報導 其實有香港的粉絲 是真的不少為數 都要在前排等你們 是 因為 其實剛剛說的 有五個甲之園的意思 就是 就是IDOL甲之園的活動 嘉賓實在太多 有150組 日本的偶像組合 或者個人 太多的數目 分了五個台 那我那個 就是叫做 Vinners的台 我們那天的 上場時間 是 忘記了 剛剛有說過 但我忘記了 4點達11 好了解 4點達11 那我們就在那個時候 上台 跟剛剛我說的活動一樣 都是 一上到台 就見到熟悉的飯 所以 都 很開心 雖然 這個台已經沒有我 剛剛說的 前一天的 Musei Premium那麼緊張 但是 真的很期待 還有那天 是因為一個 很大的活動來的 IDOL甲之園 所以就是 有更多不同的飯 會見到 然後 有很多 本身 好像看著我 就覺得 香港人會來到一個 日本的台表演 覺得很微妙的感覺 但是 令到很多不同的 IDOL飯 認識到 我們Bizikari 所以是 很開心的一個經歷 再去到 5月10多號 為什麼呢 因為5月15號 就有個 HUBER IDOL PROJECT 計劃2016 在新宿當日 是10點半 到下午 都要去走兩場 我們都見過你們自己 自拍的Youtube片 在新宿逛街 是不是在新宿逛街 還是哪裡逛街 我忘記了 在東京逛街 我記得你們有段片 8分鐘是買東西 而且我記得你們說 下車的行李是在哪裡 是誰的呢 行李是很重的 在巴士上滾下來 反而我也想問 行李是誰的 Mitsuki 因為那天他要我們幫他拿行李 是啊 半樓梯 不是巴士 是三層樓梯 你們是私院 那個樓梯是超級陡峭的 經常走頭 然後腳重 完全壓在他身上 我在後面鬥著都很重的 我們在Facebook好像有一張照片 是 完全影響到Casa的辛苦 我也很辛苦的 身外沒有 有友善的男人幫你們嗎 沒有 沒有男人 沒有男人的 沒有男人 我不是男人 我不是後面搬那個 不好意思 我不在這裡 那可不可以說一下 當日那個活動的詳細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聽眾 當日就是《月女奇蹟》 第一次去日本演出的 演出了三首歌 第一場在申宿Renny 就是我們兩首CD的主打歌 加一首B-Sign的歌 其實我們是第一隊 一去到的時候 我又不是很緊張 因為可能沒有人 我們上去彩排的時候 好像普通香港的台 其實我又沒有太大的感覺 去到真正開始的時候 因為聽Mizuki說過 他3月在日本的經歷 申宿Renny這個活動 也是全日很長的時間 有很多隊的Idle組合 我自己數過二十多隊 我自己數過 對 數過有二十多隊 可能我數錯了 是 是多了 然後我也會擔心 只要看他們喜歡的Idle 那段時間 就出去推他們 但因為我們第一隊是十點多 他們就要入場 我就會擔心 糟了 會不會我們這段時間 就有得很少人 因為這麼早 而且大家又不認識 就不過來看我們 接著一開場的時候 一出到台 原來也有很多人 即場都是充滿的 我們就開始 即我們那幾首歌 全部都是他們沒聽過的 最開心的地方 就是一上台 就見到熟悉的人 就在香港過來的飯 那這個就是 我終於明白到 Mizuki的安心感 是立刻覺得 不是有人特意推我們 太好了 想問你們會不會很意外 又有香港人來的 我們事前知道了 是開心的 因為那三首歌 其實日本人 就沒聽過 開始唱的時候 大家都可能 是一個欣賞的狀態 沒什麼反應 但是我們開始唱到 第二第三首歌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 就是拿起他們的螢光棒 學我們的舞步 就是跟著我們一起跳 用他們日本 就是應援idol的方法去應援我們 我們有介紹我們是香港 然後他們都很驚奇 香港 原來會有偶像組合 還有最驚喜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那天其實很累 就是我們就是 之前那晚太夜睡 吃宵夜 不要說到你自己沒睡 誰吃宵夜 其實是我們大家吃宵夜 你們個個都不要想走 應該是我們全部人吃宵夜 然後收拾東西 洗澡 都拖得很遠 就是我們休息時間是不夠 那天其實 早上又不可以遲到 很早出發 其實是很累的 但是呢 一走進會場那一刻 然後見到很漂亮的 很大的一個花牌 寫著 就是恭喜我們登上日本舞台 哇 立刻整個人醒神了 那個花牌是有齊 就是我們每個人顏色的氣球 然後 花也是 我想問一個自己不太知道的地方 我想問當日會不會是 例如只有你們有花籃 是只有我們有花籃 我們看到的就是只有我們有花籃 其他隊會不會眼望望 有花籃 應該是因為 因為 通常日本的粉絲 送花籃 都是那個 偶像自己的活動才會送 但是 因為我們 是特別一點 那天 是特別一點 有點羊 我想他們看到都會說 啊 因為香港特別來的偶像 所以他們的飯 就會送給他們 但是 那天 我想沒有其他花籃 的原因 就是因為 可能他們不是自己的活動 所以都沒有特別 說粉絲會準備 他們都不會很奇怪 但是 嗯 是不是有些位置 我們 因為那個位置 是 進去換衣服的 idol也好 入場的觀眾 staff 全部都會看到 一定一定會 必經之路 我放在 還有他就是凍在門口 對 進去第一眼看到 就是我們的花牌 走的時候 有很多人看著我們走 我們不是去過花牌拍照嗎 其實我那一刻是很自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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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停留了一個花牌 半個小時 就是拍照 是啊 有沒有那麼久呢 總之我們停留了很久 在那裡拍照 不可以 之後 我忘記了聽到誰 可能是我們的飯桿 就是 我們走的時候 我們拿走氣球 還有我們那個牌 走了 然後 放下那個花牌 人們都不知道送給誰 哈哈哈哈 我們忘記了拿走 哈哈哈哈 因為我們拿走那塊牌 對 對 只剩下那些花 花在那裡 花在那裡 我們記得我們拔了那些花 有些花都拔走了 每隻顏色拔一朵 這樣走 只剩一個架 我想問 我想問最後 那個花籃是掉了怎樣 就是你們每人都拔掉那些花 還有花在那裡 有個架 就是你看到木架 然後插著幾枝零碎的花 我想問誰丟掉 其實我們應該有責任要處理回去 五月就說完了 我們就遲些 我知道你們遲些 有個台灣 在西蒙結他音樂那裡 會有一個好像concert 是不是呢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我們在7月2號 就會在台灣 參加一個偶像的event 其實很多不同界別的人參與 例如動漫系的band隊 又或者當地的偶像組合 還有cosplayer 和cosplayer 和女僕的組合 還有日本來的嘉賓 很多不同的界別 一起表演的活動 多知那個活動 叫cos it'll be star 好像我上網看過 好像那些飛機很踴躍 你們期待有香港粉絲飛去台北 因為飛去台北 應該飛得容易去東京 我想到居然會為了看你表演 而特地買機票 跟你一起 在異地那裡支持你 其實想像不到 沒試過 見就見得多 但無論自己也會有的感覺 很感動 而且台灣對於我們來說 是一個又親切又陌生 又小許陌生的地方 因為台灣 而我們就算說得不太標準 但我們都會懂得少許普通話 我們大家都 說什麼少許就是普通話 有什麼世界語言 知道嗎 但我擔心 去到台灣 台灣那些人 都未必是認識日文 又不是 我們去FF訪問也好 之前訪問過不同的動漫 講日文是方便過講國語的動漫 但我有必要提一下 我有這個自信可以說普通話 自己覺得普通話成績是挺高的 所以我們的溝通是沒有問題的 大家 期待的 賣飛長廳就請去台灣官網看 好了 我們就講完台灣 七月又講完 我們也要講一些粉絲 因為我們不能留下粉絲 不過我們在睡前 我也想講一下 因為我們也知道 Idle在日本的成行 應該是一段十年 我以上計 大家都知道 我和佑馬之後 真的不太熟 所以大家請見諒 小弟真是較為差 我想問 香港 我看報紙也好 報道也好 其實你們應該是香港的日 是第一對Idle 應該是開山始祖 應該這樣說 你們對這個感覺是怎樣 有點威 哈哈哈哈 一開始我怕的 沒接觸過 然後突然之間有這樣的東西出來 人們可能會負評多個正評 還有一開始沒有成功的案例 其實我們的自信都會低一點 其實一開始出來會有些不安 其實香港的市民大眾會不會接受到日是Idle呢 雖然現在還不可以說是成功的 但是至少現在 都有 我們身邊都有很多我們的粉絲 會一直跟著我們 甚至剛剛所說的 會跟我們飛出這個海外 哈哈哈哈 所以是五七亞洲的嘛 你們其他 我都明白 你都還是亞洲 其他人 哈哈哈哈 現在都算是 雖然未去到一個發展得很好的感覺 但是 都是已經一步一步的成長 所以都是覺得 這個 步伐是好 就是可以一度加油下去 那期望 之後可以再有更多很好的機會 還有我們目標都是在這個日本面 雖然剛剛達成了一次 所以希望 可能快點有下一次 那就再一起去日本 或者再上這麼大的台 想不想上電視台 想 想 你不想問 是香港還是日本 我都想 是啊 我什麼都想做 是啊 我想問 香港和日本的粉絲分別 在哪裡 因為日本真的有很多群組的 我自己都不會數 但是香港 其實有分Cosplay的IDOL Group 也好 好像你們的日系的IDOL Group 也好 現在也有新興的韓系的IDOL Group 也有 但是我想問 你覺得兩者之間的分別是怎樣 因為有些人 日本的IDOL Group 的粉絲很熱情 香港就較為含蓄一點 這是我經常聽回來這樣說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 有人跟我說 可能這個是其中一個事實 但是你們對於 兩邊的粉絲的感覺是怎樣 一邊可能會是 發展久一點 香港的發展短一點 就是 打歌這些東西 都是三四年我們才認識的 我是Linka 我自己個人意見 我就覺得 香港的粉絲反而比較活潑 他們會很熱鬧 跟我們聊天 又或者應援的時候 那個感覺是很開朗 是不是個別的粉絲呢 但是 去到日本表演 雖然大家都很努力幫我們應援 但是 我反而覺得 日本的粉絲是比較溫柔的感覺 就是他們跟我們聊天 說話的 語氣都比較 比較柔和 嗯 反而香港的粉絲就會很活潑 啊 Linka 但是 日本就會 這次你表演得很好 可能 不熟 對 有些這樣的感覺 舞台上 我覺得 在日本 我親眼看到 就是 例如 歌手在上面跳舞的時候 下面是會唯一堆人跟著跳的 就是呢 就是 上面的歌手在跑圈 下面的人也在跑圈 對 香港就 我就沒見過 但是 相信其實 都挺好玩的 也希望 下次有機會可以試一下 不過我想 這個就不是關 香港人或日本人的關係 可能就是 場地的限制 很多香港的場地都可能 不夠大 或者是 有椅子要坐 就是 一定要坐在這裡 其實有很多因素 對於我來講 其實 兩邊都很開心 就是兩邊都很好 嗯 我看到呢 近期香港呢 有同僧活動 在下版本多多指教 那個呢 在圍繞房間跳來跳去 都很喜歡圈跳 現在都 那個叫洗腦跳 是 沈心思跳 我想問問先 另外 Karechi和Kilawa 你們有什麼看法呢 嗯 我的看法就是 香港的粉絲 可以跟他們講廣東話 是 日本的粉絲 要跟他們講日文 可能因為 母語的關係 跟香港的粉絲 就溝通得 會比較流利一些 很多時候都容易 溝通到 那日本的粉絲 可能 因為不熟的關係 都會有點 含蓄 我不懂得說 總之就會 談的事情會比較 表面 希望你會努力 加油 其實我都會說 我都會加油 還有我會努力的事情 但其實我會 很想說更多更多的事情 但是因為我的語言 語言的能力 都有點 所以就 所以就很努力 之後如果可以的話 都會想用日文 和大家溝通多一點 不要緊 你的日文是很進步的 我們知道 加油 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 對著日本的粉絲 可能 一來可能自己 日文都不是真的 很厲害 但是都會是 因為他們 很少可以接觸到 日本人的粉絲 我努力地去介紹自己 他們都會對我們 會比較好奇 但是香港的粉絲 我覺得是有一種親切感 他們是會 很盡力地 很不盡力地去圖造你 還有講武語 始終都是 所以我覺得 對於香港的粉絲 我們是有一種親切感 而對於日本的粉絲 我們都會很努力地 推銷自己 因為日本實在 太多 太多太多 idol了 每天都有很多 很可愛的女生出來 所以就 很容易被人 搶走這個線 不過日本的粉絲 我覺得有一種很厲害的 就是 他們出手很好 很好 因為 我上次去日本 或者這次 我們大家一起去 那時候 都會帶我們的CD去買 有時候 有些粉絲 就算他們本身 不喜歡我們 本身不可能 Twitter都沒有留意我們 但看到有興趣 就說 我要兩張CD 很多會 為了 先聽聽你們的歌 很多人很容易去買你們的CD 所以我覺得 哇 很好啊 哈哈 還有 說回來 剛剛 大家都有說完這個語言的問題 所以我就覺得 因為 無論是 我們說日文也好 他們可能 說回英文 或者 說回中文 去跟我們說話也好 這件事都很好 我覺得 就是 不同國家的人 可能想跟對方交流多些 就是 會用 她那種 語言 就算說得好不好也好 都會 就是 那種 我又說日文 他又說英文的感覺 真的很好 就是 原來偶像 都可以把不同國家的人 連繫到 這麼好 所以都覺得很感動 這件事 International Idol 就是這個意思 已經明星做國際 已經衝出亞洲了 真的 最後 都要 粉絲是很多 我都知道 真的 很難問得了 這麼多位 我就盡量找一些 按順序 叫做 file 我們先問 粉絲 我不開名字 她問 通常 以前 你們有些活動 在旺角 有些類部咖啡 或者是工廈 那她問她 會不會去找一些 康文署的牆 去做 例如 石劍美的創意 藝術中心 或者青年廣 就是 歪廣場 歪劇院那些 她說 這些情況 可能會覺得安全些 你們怎麼看呢 我覺得這個是 營運的決定 不過 謝謝她的意見 營運聽到 就可以再有多些考慮 看一些活動 多數是一些 你現在知道 都是土地問題 你明白 搞一個show 場地也好 營運至今 人流交通問題 很多地方要考慮 當然有個好的場 當我營運來講 有個好的場 吸引多些影響 問題就是 搞的時候 還有其他兼顧設施 或者可能粉絲 他們的要求 度點 很多地方要考慮 以我所知 政府 康文署的場 會比較便宜 但是手續就比較煩 還有要很久之前搞 可能私人場 就會比較方便 所以營運就選了這個 我覺得政府的場 是可以考慮 這個對話很高深 我們都是交給營運 突然之間認真了 突然很認真 好 第二位問問題 她說 我想問一件事 問了Mizuki 就說 跟Linka在Rainbow Galar 合作 唱的Yui Kaori的歌 誰建議 我們兩位 這個是我們偉大的經理人 建議 這個好像出於她的私心 然後就跟回代表式的我們 自己都挺喜歡 Yui Kaori這隊組合 我自己也是喜歡 Kaori的 所以我覺得出道也挺開心 經理人最陰陰嘴小 不是啊 她是想Yui 是嗎 Kaori這首歌 有兩次這首歌 我們表演過 都很開心 還有 都看到有 凡本身都是喜歡這個組合 或者這首歌 正確實 所以很開心 希望 遲些都有更多的機會 可以表演她們 或者聲優動漫方面的歌 當然 還想問一聲 有個聽眾上的問題 有個問題 她說 這個問題 我也覺得有點理論性 成員們認為 想成為偶像 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覺得是自信 那我就覺得是 笑容 哈哈哈哈 這個這個這個 因為呢 好像我自己的 Catchphrase 我的自我介紹 都是用這個 笑容做賣點的人 就是Ego 我自己都很喜歡笑 所以 這件事是可以令到 很多人在你的笑容裡面 覺得到力量 而且令到她生活都比較有 這個叫做 動力 正文量 所以我認為笑容是最重要的 自己作為一個idol 覺得應該是態度 好像面對很多事 例如 idol 一出來的時候 未必全部都是好評的話 如果有差評的話 你必須要很正面去面對 即是如果 一些的差評 你就突然覺得 可能做不到下去了 這樣的話 即是沒有辦法 遲早 因為這個圈 比較殘忍 真的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應該要 那個態度要很正面 還有 又或者 不可以 氣餒 一定要自己 不斷煙策自己的努力 要不然 就做不到更好 應該跟Linka 所說的差不多 但我覺得 是樂觀 因為有時候 很多時候 可能不只是外界 裡面 可能是 營運上面 或者是 粉絲上面 都會對你有些負評的時候 你如果 沒有這個樂觀去面對的話 其實 如果一個人消極的話 其實真的 站在台上 都會令到 大家消極 還有沒有那種 正能量 所謂的正能量感 會感染大家 所以我覺得樂觀 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 勇氣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 無論你是要決定 你去不去 代表那一刻開始 其實你的勇氣 已經是 決定了很多事情 當初 不是因為Linka 不是 因為我看到 Linka 代表 其實我也不會有勇氣 報名 這件事 然後其實 除了 我看到Linka感動 現在 她只是有鼻水 不好意思 我還在感冒 然後 其實 除了 報名 你不要裝哭 然後 其實 你無論在台上 你要去 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吸引粉絲的目光 都好 其實這些很多事情 都是需要勇氣 所以我覺得 做idol 勇氣都很重要 哇 很偉大的說話 大家 掌聲 掌聲鼓勵 有正能量 team spirit 有勇氣 有很多事情 笑容 Nicoli 最後 有人問我 你們是不是最近 用了這個 tweetcast的東西 是啊 是啊 大家覺得 用了tweetcast 大家有什麼不同了 是不是 帥氣了 其實我覺得 是 大家了解了 真正的我很多 因為 其實一直都有一個問題 大家都一直有跟我說 就是 我在台上 好像變了 另一個人 可能是因為 我認真的時候 就是那個樣子 所以大家就覺得 你很假 完全不是你 你很假的 這樣 這樣說 不是 是這樣的意思 然後 如果在 不是表演的時候 可能我會 那個態度比較輕鬆 而且 像是玩的 心情 令粉絲更了解 我真正的性格 是怎樣 而且我覺得性格 有點崩壞了 因為這個 這個 應該是 這個才是原本的 但是 Tweetcast是 Twitter 的一個 直播 直播 直播自己 直播 剛才有Twitter 所以我還沒試過 用這個 Facebook Live 好像Facebook Live 對 大家趁加我的Twitter 然後 我現在都有 每天在做Tweetcast的直播 然後 最不同的地方 我就不同Linka 我本身的性格 都是類似這樣 但是 有一件事 就是剛剛 稍微有提過的 International Idol 這個 是怎樣來的呢 就是因為我 每天都直播 吸引了很多 不同國家 最多的 就是 例如有西班牙 泰國 美國 然後 墨西哥之類 那些 不是這樣 那些國家的人 然後 那我就 為了跟他們交代 每天都會說 日文、廣東話、普通話 和英文 這四國語言 那不夠的 這兩國語言 法文 泰文 泰文 西班牙文呢 西班牙文 我想插一句 就是 我昨天前日直播 遇到 韓國人和 菲律賓人 但是完全不懂 這兩國語言 於是 可以說英文 然後英文就Hello 然後我說得太 最多的英文就是 Oh You come from Lulu I can speak English But I can't speak difficult English 那些 但是呢 每天就很簡單 英文或者日文 那些交流 然後呢 最值得的就是 我成功獲得這個 國際偶像的稱號 因為我每天都以 你自己自稱了 不不不 這個是大家都這樣說的 你自己自稱自稱 以今我想我的能力 我不用講其他語言 其他國家人都會聽 以我的能力 是啊 她的意思是 她讓粉絲 為了她而學習廣東話 不是 不是 大家不需要學習 只要是Lika講的廣東話 不知道為什麼 其他國家人都會聽得懂 對了 你們講過 她講什麼都會明白 是 自帶翻譯膏 是Lika的特技 多麗夢 她多麗夢 那當然 最後 有什麼得像 除了這個國際idol的稱號之外 另外就是 因為我們 月女 其實平時 很多 我們多數的動態 都只是我們 可能看Facebook 或者Twitter DMM 所post的文字 而直播這件事 就可以看到我們 即是現場跟我們交流 也可以看到我們 懂得動的我們 應該怎樣 然後 可以現場跟我們講話 我覺得 多了一個地方 可以讓我們 互相認識 因為我們 其實認真月女友的活動 其實不算是真的很多 可能都是 一兩個月 有一次的活動 所以 見到我們的機會 不是太多 所以 可以用直播來代替這個 見到我們和我們 交流的 渠道 我們想找這個 不是 讓我們一起交流 聊天 還有 覺得有一件事就是 無論每天 自己 或者粉絲有什麼 不開心的地方 在這個 直播上 都可以 我們互相 安慰一下對方 給大家正能量 因為 不只是偶像 給到 粉絲正能量 其實粉絲都可以 給到偶像正能量 所以 我現在很體會到 這件事 所以這件事就是 international idol 嘩 嘩 以後我們就叫你 做 international idol 嘩 不要這麼說 我會 超級的 哈哈 哈哈 我們其他四個人都剩下了 哈哈 最最後的問題 對未來的寄望是什麼 大家滿意膽一膽 最後一條問題 完了日本的live 那時候 就突然之間 湧出了一個 新的目標出來 就是 我很想 可以登上一個 可以跑的舞台 就是 巨蛋 或者 舞蹈本 就是一個台 跑道 有一個跑道 從中間穿出來 就可以去到 觀眾席的最後面 這樣 一路跑跑跑 那 很希望可以在這個台上 跑 就是我最新的目標 但是你跑的時候會不會有 朱古力還是鮮花呢 都好 鮮女散花 OK 會考慮的 我們月女以後的目標 就是 要登上一個 要登上一個 要跑才可以 看得到全部粉絲的材 嘩 嘩 目標其實 本來再遠一點的 就是希望可以 電視台那些 再近一點的 就是 應該比較容易做到 就是希望可以帶領到 台下的觀眾 跟我一起 就是他們叫我叫的時候 真的可以 好像我跑的時候 他們跟著我跑 我去右邊 他們要去右邊 去左邊 去右邊 就是 令到那個台上 更加歡樂 我意思是這樣 希望可以做這兩件事 我一個比較短期的目標 就是我希望 可以真的有機會 七個人一起出國 其實這次日本 我就很殘念地 沒有跟大家一起出去 所以我短期的目標 就是希望可以 即是出國的話 可以七個人一起 再長遠一點 都是想上電視節目 等等 很無聊 其實我也是很想上一下 綜藝 上一下訪談節目 就是令大家 雖然我們現在都在上 新月節目 不是 我是希望可以 都市行程 那些人 對 城市論壇 不是 我是希望 可以有多些渠道 大家認識我們的性格 就是可能 風上西網 大家不要掃興 好嗎 就是好像那些玩遊戲 都會知道 掌門人 其實如果真的想到都已經好 好玩 其實我覺得真的好玩 OK 嗯 變成這個角色 因為她感動了 她很感動 她就是流鼻水 沒錯 有裝哭了 對 有裝哭 好啦我是Mizuki 我的目標就是 去多很多次日本 我們月女奇蹟一起 那就是怎樣說好呢 雖然我們剛剛才去完 但是呢 人都是有少少貪心的 那我希望可以短時間之內 我們可以再次去日本 始終做到日本偶像 在日本登台我們的夢想 我們都是日系的偶像 這樣 很想快點再有和大家一起去日本的機會 下次最好就是七個人一起去 不是 一定要七個人一起去 一定要 我會去台結的 這個讓我做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想要給她自己做 你一個人都抬我們七個人 對 你讓她們一起搭乎飛機 可以拿回行李 是不是 嘩 嘩 那就是 目標就是 可以 在短期之內 有下一次 去日本的機會 不是去旅行 是上日本台 是 好 希望有些時間玩 不要太貪心 我們 人的慾望是 無窮無盡的 好啦今晚很感謝我 有些事情想說的是 其實我們的團名是 我英文不好嘛 不要這樣欺負我 我只是支持一晚 好啦 其實我們沒什麼生氣的 希望 我們的聽眾 會繼續支持我們 那 沒有人認識的啦 香港 是嗎 真的很多人認識的 希望更加多人 了解我們 希望全港都可以認識我們 六百萬人 七百萬人都認識 七百萬 七百萬 六百萬人都不貪心的 就是 如果不認識我們那些 或者是剛剛才認識我們那些 希望之後的演出 可以看到你們 嘩 如果大家今天是第一次 知道我們《魚女奇蹟》 就記得 我們Facebook專頁 Like我們啦 我們Facebook專頁 只要Search 《魚女奇蹟》 就會有的啦 記得Like Yeah 最後 我們 跟大家說一聲 拜拜啦 せーの さようなら バイバイ